我會看到你 My Radio獨立付費節目 毓民射馬 主持毓民、尤達、錢偉樂 那就一拖二、四、五十 這場是三、四、六、十 膽呢,WinPay就是六號 鴛鴦Q膽也是他 3、4重彩,也是老規矩 3、8、10、11、13,五隻穿雲 九拖,23、6、14 4號大家自己到時… 如果你看到臨場或馬臣泰各樣 形勢相對比較好 4號大家都要想想,嘗試跑第四 3、4重彩,1、5、7、10、11、13穿雲 如果這場13號跑出來就好分 到時可能有10倍都未定 以上就是為了9、10、13,12、13、13、14 我說沒得贏的意思是甚麼呢 就是在這一場戰役上 你是沒得贏的 但是長遠和極權的鬥爭 有沒有得贏呢 我死掉了之後我都不知道 可能有 如果你看回歷史 這個極權主義是不可久遠的 但是現在我們在生的時候 我呱老襯 到我死的人我都看不到 我悲觀是源於這裏 是其中一個原因 另外一個就是 真的打打下會被你打殘 是吧 我們是覺得 這樣打法 你的力量這麼懸殊 那是怎樣呢 譬如別的地方 跟著人家革命 武裝革命就成功 你共產黨都 你死無數人 又殺無數人 到最後你是靠武律去奪取政權 打仗也打贏 你是靠殺人去奪得政權 這就是中國的歷史周期律 你知不知道 毛澤東當年說 我們可以打破這個周期律 因為我們用民主 當時是民主 他回答王元培 他回答王元培 王元培 在遙安搖動的時候 回答這個民主人士 後來就投了共 下場很悲慘 所有民主人士 在共產黨統治下 他說 我們可以跳出這個周期律 的毛澤東說 就是民主 而他說的民主 跟我們現在說的民主 是一模一樣的 當時毛澤東說的 好 當他們奪取政權之後 他們就不行人證 我告訴你 我比秦始皇 厲害一萬倍 那你怎麼說 這個中國歷史的周期律 是沒有改變過的 其輕也撥然 其亡也忽然 改朝換代 改朝換代 全部都是要靠殺的 是吧 所以現在你當政的人 就擔心這個周期律 繼續 然後你被人殺 是吧 你後來就這樣 我先殺著你 是吧 我等你沒有得殺我 沒有機會殺我 奪取我的政權 因為現在有些濕狗讀書人 那些知識分子 例如陳文雄 那些狗蟹 就可以說 你了 以暴力制暴力 以暴力制暴力 要動員群眾 跟他們鬥暴力 現在就這樣 現在就在做 不過你現在不教人多 是吧 你現在不教人多 夠人多 你就殺這些示威者 是吧 是吧 所以去到尾 就是要說你這個港共政權 就是這個 是屌尼諾摩 是千刀萬斬 萬死不足以閉其沽的 是吧 誰做成先 你不能不說原因 是吧 是吧 你現在是賭果為恩 你知道嗎 是吧 持續不斷的這些示威 暴力示威 令到社會失聚 社會動盪 經濟不景 民生貂庇 我屌你了好不好 是吧 沒有你林鄭月娥這個狗蟹 會這樣嗎 是不是賭果為恩 為甚麼會有持續不斷的這個反政府示威 喂 不是 是吧 是怎樣來的 為甚麼你不說 現在連張秉良都說你要撤回 條例 要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 五大訴求 決一發學你只有兩條 那根本就沒有得談 是吧 正在做節目 是吧 哪有得談 是吧 現在有些人樂觀點看 連張秉良都這樣說 可能他會接受這兩條 是吧 妥協 是吧 那我前提就是 要先止暴 是吧 先制亂 沒有仇恨已經是 已經是 沒有得改變的 老實說 你警察也是不幸運的 是吧 是吧 這個是已經 喂 法務都沒有想到 是吧 就是那個警民的互相對立 互相仇恨 去到這麼嚴重 是吧 接著你警察 你竟然要仰賴那些黑社會 來鎮制這些示威者 基本上是非常之醜惡的 是 就是 你現在天天開記者會 有什麼用呢 是吧 今天 這個 就是 張建宗 政務司司長 就帶著四個局長出來 就是 又是譴責暴力 接著又是救暴 是吧 連那個創新及科技局長 屌你了 講廣東話 沒有人會聽的 都出來開記者會 就說我智慧登主 是吧 這個最黑暗的人 是香港的科技 香港科技 自從 有扔了你的臉 做這個創新及科技局 每天都這麼黑暗 每天都是這麼黑暗 屌你了 不過立法會 屌你了 你知道這個事情 你找回一段片出來看 你找回一段片 我屌齒這個楊潤雄 我看幾多本書 在那裡 一天做幾個小時 我屌你了 我屌你了 開花的屁股 我告訴你 你屌你了 你屌你了 劉剛說你 說甚麼 現在 你屌你了 最混蛋 還是李家超 禍由你起 你屌你了 你還可以有良知 不,若稍有良知 你根本應該收工 你還坐在那裡 說甚麼 說來說去 三腹皮 是吧 只是會開記者會 還有地鐵 還有這個 那個陳芳 你屌你了 就在那裡 說地鐵的事 說港鐵的事 這條狠 喂 在他的責任範圍裏 是吧 港鐵 政府是最大股東 你是在董事會裏 你在董事局裏 好了 港鐵的醜聞 你是縮頭烏龜 是吧 不用負責 看報紙才知道 看報紙才知道 我屌你了 沒有這個江頭腦 是吧 你屌你了 那些江頭腦又帶我到那裡 不過江頭得來 醜樣子很多 你不用怕 這是正屌我 我告訴你 我叫他做混帳局長 不是混防局長 喂 觀塘遊行 你是觀塘地鐵站落閘 你想到荃灣遊行 你是荃灣地鐵站落閘 很簡單 你是政府給壓力港鐵 是吧 政府這是一個政治決定 你要遊行 我讓你人少一點 沒有地鐵坐 好了 你要走走 不要掉 沒有地鐵坐 你在製造動亂 你知不知道 你這個運防局長在製造動亂 應該捉你的混帳 你就是這樣 你就是告你暴動罪 就是對的 煽惑 煽惑暴動 你想到陳凡是 喂 這些是盲 看到的 你為什麼要停 等於機管局 說前後停了千多班機 你停來討 喂 喂 機場的人回來有事嗎 蛤 那個被人打的那個 那是國安來的 大哥 你當時又沒有正式表露身份 是不是 然後那些人就拿著這個 來做話題 你現在抓了六、七個人 是嗎 被你打回舊盤了 在警察盤 不要告訴我 你沒有打過這些人 你真是 任何的運動 都會 在過程中 都會出事 是不是 看出大事是小事 是不是 有事嗎 機場 你就要吹大 他們的機管局 就是不應該要停飛機 你就要停 是不是 取消那些往來的班機 你就特意要做 你是要做到 那些外國人不來香港旅行 也是你做出來的 那個郭泰基斯 叫大家加油 你炒掉了他的魷魚 是不是 搞你了 香港現在回到大陸 有什麼分別 現在是 你現在去大陸 他有找到你的手機 是不是 所以 要全部刪除它 才可以回去 我說不小心 你有Facebook的大禮魔 還有很多這些片 是不是 是嗎 是嗎 就是 你看到這些人 你好像陳凡這些 喂 沙中線醜聞 又不肯見你出來 是嗎 高鐵 出事又不肯見你出來 是嗎 你看到報紙才知道 是嗎 現在你就屌你了 什麼 落命令要港鐵 屌你 一有示威 就停 停這個地鐵 所以香港市民一定要認清 聚灰禍首是什麼人 是不是 我自己一早已經預估到 有今時今日的發展 事一惡喪 如及與皆亡 我是2016年所說的 是嗎 我警告林鄭月娥 我在立法會 我說你們這種倒行逆施 主要就是針對她 就是那個政改三人組 做的那些壞事 我說你會落地獄 我說現在就扔你雞蛋 第二天就會扔你汽油彈 那些人 你們真的不幸而言重 是嗎 為什麼不幸而言重 是我看到的發展是這樣的 大哥 你是官逼民反 你知道嗎 即是等於你說 要構建一個對話平台 尋求和解 都還沒開始 就已經破局了 是嗎 你看看 禮拜下禮拜 是否等於破局了 還和什麼 你泛民和他和解 你真是 包圍你泛民萬事處 你真是 你真是 是嗎 簡單而已 總辭 現在最好的時候 連老蕭也叫你總辭 那就是不用總辭 又等了 總辭 是 不是 再 的 是 感谢观看